大家好我是小宇宙 今天就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家具 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 首先是商场有更新这个障碍物奔跑的礼包 要150赚 当然它有包含这个黑色的起点跟终点跟排行榜 这个东西只是颜色的不同 在商店一样是可以买到这种类型的东西 我们来到商店滑到最右边的赛道的地方 一样你就看到有红色 什么绿色啊蓝色啊紫色啊 所以这个黑色是没有必要去买 但是如果你新币不够的话是可以买下去的 因为这个起点跟终点花起来就要2万多块 是蛮贵的 然后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起点 它有分那种10秒啊 几分钟啊 1分钟啊 5分钟啊 10分钟啊 到无限次 就是限制时间的 然后这个时间 只要有上面有写几分啊几秒的那种 就是有时间限制 在这个范围内 你要跑到终点 那不然就是视同失败 无限的话 就是没有限制时间 你可以随时一直在开始 就是从零开始计时啊 然后你就是想办法这样子跑嘛 给它跑到终点 然后你就要这样子跑 跑到终点的时候 然后我们快速一下 然后到终点它就会跑出一个finish 这时候就会显示你的时间 然后就会记在排行榜上面 可是我记得无限好像是没办法刷到排行榜哦 然后这个排行榜一样是可以刷新的 所以就是很方便的给各位办比赛啊 或者说什么之类的 接下来来介绍一下各个方块 你看我现在可以直接踩在那个红色的上面 现在跟各位介绍一下 赛道这个地方有分这个叫做陷阱 就是红色的 就是全部的红色系列都是属于死亡方块 你只要踩到 就会传送回起点 但是你看你一定要点到这个ready 这个起点 你要在起点开始 你才会被传送回去 你没有按在那起点的话 就不会被传送回去 你就可以直接踩在上面 有没有你看像我这样子踩在上面 红色这个旋转棒也是如此 只要是红色都算是死亡 我跑过去给你看一下 等一下我碰不到 我一定要传送回起点 这个起点跟终点的机制就是有点不错啦 就是说你只要站在上面开始 你就不能按跟随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不能跟随的这种跑酷 然后再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其他的东西吧 首先是所谓的这个基本方块 这就是有点类似我们一般会跑跑酷会用的方块 任何颜色 这种只要不是红色的 都是可以去碰的 然后再来介绍一下这个旋转棒 旋转棒紫色的是属于弹簧的 就是你只要碰到 就会被弹走 我来演示一下给你们看 像这个就是只要 你只要是 一定要被顺时针的方向 或是逆时针的方向给弹到 它才会弹出去 如果你跟着它走 它就不会被弹 当然不管怎么样都会被弹 然后基本上其他颜色 都是属于推的 就跟一般的旋转棒一样 然后我就给你看一下 这边有很多种 各种粗的啊 长的啊 红色就是死亡哦 就是你碰到就会被传送回起点 蓝色绿色啊 这种还有黄色啊 这都是一般的 就是只会被推走而已 当然这种紫色就是属于那种 隔板大的类型的 但这个紫色一样是弹簧 红色是死亡 其他颜色都只能是推的 就是跟 就是一般啦 所以说到底要不要买这个礼包呢 你们自己斟酌一下 我是觉得不用特地去花150转啦 毕竟它里面的东西 也没有到那么多转啦 除非你心弊不够在买 你看黑色的 我一样买了一个 红色的 一样也是同样的功能 到终点一样可以结束 所以基本上 礼包里面的东西 没有那种很特别 一定要买的东西啦 然后建议各位如果再盖的话 把起点跟终点尽量要盖远一点 那不然就是可以跟随 就是一种作弊的模式哦 我先跟你讲 首先你就是这样子 点着对面的头像 然后再跳上去的瞬间 按跟随再跳一下 你就可以马上传到终点 这时候你的排行榜 就会被刷到第一名 虽然我没有速度那么快 应该有其他更快的速度啦 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讲 反正你就是终点 跟起点尽量盖远一点 那么就会有出现这个的问题 好啦 这就是这一次的家具的一些介绍 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了 欢迎跟我说 我是小宇宙 我们下次见 拜拜